好来看到农粮鼠从104年就开始推动亮点的茶庄辅导计划 日子香午喝茶区分别有东森、嘉明以及吉林三家的亮点茶庄 由农粮鼠集结了产观学界共组的评选团一行人 那么在这一天呢走访了三家的亮点茶庄 同时从茶品生产的加工、行销到产区的环境等都提出了多项的建言 那么茶农也收获两多 农粮鼠集结产观学界共组的评审团 从茶园、制茶厂区到卖店商品、场域环境访试现看后 评委一行人与亮点茶庄的东森茶行茶农年阿端面对面座谈 同时提点建言 104年获选农粮鼠亮点茶庄计划的日子乡 五鹤茶区东森茶行堪称是元老级的亮点茶庄 这一次评审团前了访试高度肯定 东森茶行茶品生产加工的技术水准 对于卖店场域、茶文化特色的营造、商品、年轻化等等 和茶农年阿端共同讨论交换意见 在农粮署的带领之下 大家来看看这些加入亮点茶庄以后 他们一年或是这九年来的一个改变 那也委员们也给予很多的一个建议 从生产、从加工、从行销各方面 来给这些我们开玩笑说老的亮点茶庄 希望他们越来越好 更希望他们有机会团结起来 更用台湾的品牌打国际杯、打世界杯 面对评委们的建言 入选亮点茶庄第八年的东森茶行茶农年阿端 也早已着手规划 近期内按补就班的来进行 对评审团的肯定及建议 茶农年阿端徐行受教收获满满 慢慢的啦 因为毕竟我们是农民的想法 没有像他们说想得那么周浅 他们这样的给我的建议 就是让东森可以更好 那我觉得说很好 因为他们来此行来的让我也收获的蛮多的 农粮署从2014年推动亮点茶庄辅导计划 至今全台已有31家 瑞瑟五克茶区除了是东森 另外还有嘉明及吉林茶园总共3家 农粮署视为东台湾茶产业重镇 透过房市考评期盼每个亮点茶庄更上一层楼 以台湾茶品牌成为国际茶产业市场上的大亮点 记者十一玉兰瑞瑞瑞采访报道